我 怎么像赴死战场的嘛 咱就把这当休假 我还求之不得呢 来 快吃 真的吗 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我担心什么呀 我以前的人生太苦多了 大部分时间都被患者和医院占领 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 现在好了 我终于有时间可以享受享受 完成自己的领域了 你还有领域 我当然有我想做的事 不会是给筷子雕花 研究机怎么杀比较好吃 这种变态行为吧 研究食谱固然有趣 待会儿有件更重要的事 赔你 不过现在呢 你要做的事 就是尝尝这个变态厨师 做个菜好不好 我吃这个 这个这个 我新营了 好吃 这也太丰富了吧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早餐一般应该收四百至五百卡的热量 其中应该包括 汗水化合物 还有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这样才能保证一早上的消耗 你休息日还脏气 就是为了给我做早饭 那倒也不是 还有午饭 晚饭 夜宵 一会儿别忘了带走 你这是打算转行做职业伙服了 你这是打算转行做职业伙服了 我看你们律师忙起来不是不吃饭 就是随便点外卖 一点营养多 现在好了 我有时间 我可以给你做 最近这几天你为了网贷的案子一直加班 晚上我怕你饿 所以多准备联系吧 你这样做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会碰你 你可以以身相许啊 上班了 来不及了 你继续过我一个退休老干部生活吧 我去上班了 我送你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不用送我了 我就送你到电梯口 我走了 你耍了 进来帮你上电梯 不用谢 饭后消失 有助消化 正好送你去公交站 等我忙完我们去挑一口 好啊 你想去哪儿 要不去看看小动物什么的 大象 山羊 小燕子 你看 像不像 像 小兔子 小兔子 小兔子不应该这样吗 像吗 这个像 你先回去吧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你晚上早点休息 不用等我了 你晚上早点休息 你晚上早点休息 要不 你再送送我吧 好啊 好啊 上次你是故意的吧 什么事 我怎么不记得 好啊 好了 快回去吧 说好了就送到门口的 那就送你到门口吧 记得按时吃饭 好啊 才八点 温热 我看出来了 你就是在跟自己较劲 你 你的灵魂有趣 你还很有才华 而且我觉得 你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他不懂你 你就否定自己啊 喂 你好 您好 请问是温让先生吗 我是 您有什么事吗 您的读书分享会的场地 已经定下来了 什么读书分享会啊 就是云中楼阁的江阳小姐 让我联系您的 请问您这周什么时候有空呢 好 我确定能联系您 好 干杯 我没想到今天那么带干吗 大家那么深刻我们 太开心了 哎呀 想必是因为我们的女主唱 又美 唱得又好吧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其他手 又帅又有才行吗 来 想想 时间过得真快 转转就两年了 哎 你还记得我们总的认识的吗 后骨杨慧都记得了 我记得你当时啊 也是穿着这样一身衣服 在学校的花园旁边弹吉他 那么一圈女生围着你在那儿 发花痴 我想啊 当时我 弹着弹着的就唱起来 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在人情中特别的险天 哎呀 我当时就想啊 是谁呀 这么的嚣张 但唱的是唱得错 所以 你就是那个时候 有无众吗 嗯 好吧 好吧 为了庆祝 你被我迷住两周年 我送你一个东西 你先闭眼睛 不许偷看 不偷看 快点啊 你先闭眼睛 开眼睛 送我的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快打开看看 这个牌子很贵的 你哪儿来的钱啊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打几个月工攒的 你